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了时代的变化 有大会终稿禅师把必然录给烧毁 烧毁之后又重刊 在重刊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一段过往 第四段序就谈 为什么又要成又要毁 那它的原因是什么 所有的佛法 它都是借某一种行事 来明修行人的心 这些行事 这些方便 有多门 但是归缘是没有两条 都是归于归于同样的一个目标 就是就近解脱 但是我们自己就要知道 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否则我们就会迷失在路上 这位三教老人呢 在第四段序里面就谈 就在谈呢 所以大部分的人就是要追求一个物 但是如果智慧不足 就是一样化葫芦 一样化葫芦之后呢 他走一步我也跟着走一步 但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走这步 只是跟着别人往前走 食人牙慧 那这样很可惜啊 你会没办法完全的去了解全貌 就像是羚羊 你要知道它的全貌 不能够只有看到它的脚 你就说 哦 这是一只羚羊 你看到这个脚啊 你还是没办法完全的了解它的全貌 所以善学下会者啊 那就不是只是亦步亦趋啊 知此则二老之心皆是已 所以如果你了解这样子的道理呢 你就能够明白原物客情禅师 和大会宗教禅师 他们彼此之间啊 其实并不是互相嫌隙 而是呢 都是为了要让学人 不要迷失在这个表象 在这个片段的词句当中 原物故子念孙之心多 故重年雪斗诵 大会旧坟整腻之心多 故历悔必言及 这里呢 这里呢就谈到原物客情禅师 他就是想到啊 哎呀 现在学人都不知道要从哪里学 所以就编一个教材 就像现在呢 很多佛法是汗牛冲动 很多道理 但是你要从哪里开始学呢 这里就有一套一套的一个教材 那当时原物客情禅师啊 也是希望能够做这一套一套的教材 所以呢 把这个雪斗重显的这些寄送 或者是他提过的公案 重提 等于是一百则里面呢 就是把它做一个汇整 汇整了之后呢 现在是禅门的第一书啊 后面所学的呢 都不出这个格局啊 所以原物客情禅师 的确是把这个 当时最流行 而且最有影响力的公案 对修行人也最有帮助 做了一个整理 重念 好 那但是大会禅师也没有错啊 因为他看到呢 大众啊就是迷失在这个研究文具上 所以他该就是最后呢把这个闭言集给毁掉 烧掉 把他的木刻板烧掉 不要再流通了 不要再读这个了 所以大会也没有错 原物也没有错 这二老之心啊 这二老之心啊就是为了要将大众的心啊 能说述说 他到处讲经说法 最后呢 他说啊 我不曾说一个字 是不是 佛陀讲啊 我这个说法说了四十九年 我没有说一个字啊 难道呢 他是欺骗我们吗 那这一些都是谁说的啊 没有人吗 是不是 欺骑我在 现在问题啊 很多人是这样 他会依据这个经 有这个文字啊 他就说 这个文字有这个经 才叫做佛说 所以有人说大圣非佛说 因为这个大圣的佛经从哪里来呢 就是从龙宫 这个龙宫在哪里呢 没有 所以他认为呢 大圣 华言经 或者是楞言经 这都不是佛说的 因为当时并没有记载 那没有记载啊 你记载的 过去记载的也是口耳相传 口耳相传的也不见得 你每一场都听到啊 佛陀在天上说法 你有没有听过啊 没有 那你就说地藏经是假的咯 你没有跟上去 你就说你自己是没听到的 就算是不是佛说 那难道佛陀要亲口站在你面前说 你才能够确认这是佛说的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呢 都是听以前的人说佛说嘛 留下来的就是口耳相传 但是这一些口耳相传是为了什么呢 只要呢 可以让你启发自信 可以让你离苦得乐 纵使啊 它不是亲口 而是转传 流传下来 甚至于别人的笔记 你看了之后 有所体悟 那么它也可以是佛说 只是你不要迷失在这个文字上 所以佛陀啊讲 说了一大藏经 可是佛不曾说一字 是这个意思啊 大家不要迷失在这个文字 语言上 因为文字语言呢 常常会让人误会 所以我们会说啊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看 你说出来的这个文字 让人产生误会 可是呢 却词不达义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啊 就告诉大家 不要执着于文字 你才能够真正明白其意 明白自信 所以这也就是必言及 为什么要重看啊 好 原物之心 事事说今之心也 大会之心 事事会说之心也 原物课情禅师的心呢 是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时候的那个心 就是想要传扬觉悟之法 想要让大众呢 能够心开意解 所以这是原物课情禅师 写必言及的心啊 那大会呢 为什么要把它烧掉呢 其实也是 是释迦牟尼佛的心啊 因为他说这个我没有说一句话啊 就是怕大家产生了一个执着啊 那大会呢 他把经给烧掉了啊 那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啊 想要避讳的啊 想要避免的过失啊 有些不说 为什么不说 因为说了 哎 你没有帮助 不说反而会让你开悟 所以会啊 就隐会 有说的是这个说出来的 没有说的啊 也是一种红法 也是为了要让大众呢 明白 无言无说 那这是大会之心啊 原物之心也是对 大会之心也是对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 释迦牟尼佛的一种红法 要看音缘嘛 预计颜子异地皆然 退之免之 主于车行而已 是不是 这个我们换一个地方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同样的一个道理 你到不同的地方 他会有不同的风俗民情 在不同的时代 有不同的演变 那推之免之啊 所以最主要的就是要怎样 你不管是用推的 还是用拉的 重点不管是推还是拉 重点是车子要动 你只要能够来修行 不管是立还是破 都是好方法 所以什么方法都可以 只要能够用功 只要能够发心 那你都是好方法 而来二百余年 于众张明远 父漏子 以寿其传 其主教回春乎 亦是故有恕乎 所以这两百余年来呢 就大家看到这样子 被立的书又被烧掉 在这个张明远的门下 他拿到了这个书之后呢 他觉得这书的确还是要在流通 所以又重新刻板 又重新延续他的传承 那你看这就是祖师之教已经枯木逢春了 所以回到了春天又重新百花齐放 亦是故有束乎 所以我们说这个定数也不是定数 是不是 所以大众一定要了解 我今天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 他都还在过程 还在进行事当中 你先不要下定论 有些人来修行一天两天 听一堂课两堂课 就决定我不听了 就决定我要听了 是不是 要继续听 继续学 因为还在进行事 但是有的人呢 听一次听两次 不想听 那就没了 是不是很可惜呀 你一下子就帮自己下定论 师父全大众用功 佛陀全大众用功 一下子就说 我不要被逼 你叫我出家 我马上就下定论 我绝对不可能 是不是 无聊 这就是你马上就下定论 你为什么要为自己的人生下定论 你怎么知道哪一天你会想开 哪一天你会突然之间 明白原来这个世间 如梦幻泡影 我真的不要再迷失其中呢 所以我们在学法的时候 不要马上就下定论 是成还是败 尤其是对自己的修行 你为自己下定论之后 判死刑 你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这个必言录 这件事情 死而复生 重新再重看流通 那的确也是如此啊 然事述之习 所观甚重 就是我们现在呢 重新又再读到必言录啊 你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啊 因为它很重要 怎样的重要呢 大家一定又要再避免这当时会逼得必须要焚毁的这种风气啊 那一定是有这种必须要焚毁的问题出现了才会被焚毁啊 所以现在重看的时候 大众一定一定啊 不要走到绝路去了 所观甚重啊 若见水及海 任指作月 不特大会幽之 而原物又将未知去年解浮已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你不要指指为月 你要看的是大海 不可以只看到一盆水 这格局太小 我们常常落入了一个小家子气 看事情呢 就只有看局部 那你就不想要看全部 要看全部的时候 就说我能力不到 我没办法 我就是呢 小咔咔 我就是小蚂蚁 是不是 我听到佛法 哎呦 马上呢 就说我不可能成佛 我是众生 我是有烦恼的 我有牵挂 那你就是指指为月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啊 是一块宝 那么这样子 大会禅师啊 是忧心啊 原物呢 也是忧心 其实这两个禅师的心 是一样的 他就是想要让学人呢 真正的明白自心啊 习人写照之诗曰 分明纸上张公子 尽力高深 患不应 就像是过去的人呢 写照啊 写照是什么 就是画像 有人把一位 很美很美 很好看的张公子 这个公子啊 为他画像 画的栩栩如生啊 就贴在这个墙上呢 那这旁边呢 就有人看到这个栩栩如生的张公子 以为是真的张公子啊 就一直叫张公子啊 张公子 结果发现 这个张公子怎么那么没礼貌 就一直在那边对着我笑 也不回答 最后就发现 原来他是画像啊 是不是 画像画得栩栩如生 依然是画像 所以你不能够呢 把画像当成是真人啊 分明纸上张公子 尽力高深 患不应 同样的 你研究佛法 你不是说啊 我只是在读经 我是在读公案 我把这公案里面的文字背起来 我就是开悟的 人家怎么问 我就怎么回答 以后呢 大家说 你要吃饭吗 你要用摘吗 你就说 这个吃即无吃 无吃即吃 那你这到最后你就没饭吃 所以呢 分明纸上张公子啊 尽力高深 患不应 一定要注意注意啊 欲观此书 先参此语啊 是不是 就是如果你要读 必言录啊 接下来 这是续的第四篇啊 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进入 必言录的读诵 乃至于学习 那你就要先记得 有记得 要读之前呢 一定要先把这一句给参透 分明纸上张公子 尽力高深患不应 欲观此书 先参此语啊 你才不会落入过去的这个榜点 好讲完了 就落了一个最后的款 大德 甲成四月旺 三教老人书 这是一位 这个三教 就是经律论吗 不是 他是学儒 学士 学道 所以他通达了 他什么都读过 他对于这个残门特别的相应 那这个大会中稿禅师啊 会把这个必言录给烧掉 其实也就是因为 的确呢 这个书啊 大行 流行 流行了之后呢 大家就在这里面呢 一直变成反复的 一直讨论 就忘记啊 自己最重要的还是师兄 所以他把它烧掉了 也是有道理 但是这个大众呢 就觉得哎呀 实在有点可惜 因为它的确是很精彩 所以大众呢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 来学习碧言录了 那这个碧言录 在学习之前呢 大众就要了解这个典故 那为什么有这些序呢 其实所有的大德呢 也都是啊 在谈这个碧言录 又写又悔又重看 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公案 它跟我们的 所有的修行都是有关系 佛说一切法 即非一切法 世民一切法 这一根空讲中 最后呢 能够明心见性 才是最要紧的 时间不多 大众继续精进用功 狂心顿歇 歇集菩提 一切法 之后再加上一切法